2009年有一个流行病感染全球近百万人 在被正式命名为2009 HEN1流感前 媒体和公众已经开始称它为猪流感 很多人因此不治猪肉 27个国家在恐慌中禁止来自美国的进口猪肉 全球猪肉销量滑坡 猪肉产业损失惨重 但事实上 虽然2009年的猪流感由猪群而起 猪直接传给人的案例非常罕见 疫情以人穿人为主 因为命名不当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 虽然有了这样的前车之见 疾病命名引起的争议还是在2020年再次发生 3月16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 第一次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 一时激起千层浪 惹来北京和亚裔美国人等团体的强烈反对 在记者简报会上 特朗普就自己的说法做出回应 病毒由起源地命名并非特例 莱姆病 埃布拉病毒 中东呼吸道综合症等 皆是如此 连新冠病毒被正式命名前也被中国人称为 武汉病毒 还有一种病菌叫 世费军团菌 就是它导致了197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退伍军人协会大会上爆发的严重肺炎疫情 最后该病被称为军团病 又叫退伍军人病 我们再来拓宽一下思路 看看古今中外到底疾病是怎么样被花样命名的 首先 东西方的疾病命名从来就画风不同 比如东方医学里很少有医生希望将自己的名字和疾病联系起来 跟着一起永垂不朽的 但西医体系里 各种疑难杂症 用发现该病的医生姓氏命名的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帕金森综合症和唐氏综合症 今年因为一次和新冠挂钩而引起讨论的川崎病 也正是由日本儿科医生川崎副作最早报告的 西医的大夫当然也不都执念名吃千古 很多常见病的命名都和患者的生活习惯或职业有关 例如运动圆脚 拳击手耳 网球轴等 但这种命名方式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容易孤立甚至妖魔化该群体 艾滋病在发现之初 曾被短暂地称为同性恋免疫缺乏症或同性恋癌 这样的命名让不少人物以为 疾病仅限于在同性恋群体中传播 污名化了本就处于弱势的少数族群 就像苏珊·桑塔格在她的书《疾病的引誉》里写道 没有什么比给疾病赋予某种意义 更具有惩罚性的了 疾病命名中和症状有关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心红热是患者皮肤呈现紫红色疹子 狂犬病 Rabies 在拉丁语里是疯狂的意思 中医里的天花 在西医里叫Smallpox 来自拉丁语 是小圆点的意思 然而 人类几千年历史长河 疾病的命名已经穷尽了不少方法 对于症状类似 病人体差异又很小的情况 大家的词汇就相对匮乏了 世界卫生组织将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命名为 如此好口的名字很少有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这是社交媒体和电视新闻 COVID-19有了一个更加家喻户晓的名字 而这次和新冠同名的Corona排啤酒就跟着躺枪了 疾病的命名竟然这么重要 到底怎么取名才会又科学又不会殃及无辜呢 其实早在2015年 世界卫生组织就给出了命名原则 疾病名冲中应避免使用包括地理位置 姓名 动物或食物 文化 人口 行业 以及可能会引起恐慌的词语 疾病名称应由疾病的症状和描述性的属于组成 也可以使用导致疾病的病原体名称命名 好的命名需要短小惊悍 例如SARS SARS的全名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中国人叫它非典型肺炎 简称非典 其实非典型肺炎 或是英语里说的游走肺炎 都是总称 泛至所有由某种未知的病原体引起的肺炎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最初将SARS称为非典型肺炎 并且SARS是历史上第一种被发现 可以制人死亡的肺炎 这是让非典成为了SARS的代名词 很多大陆媒体以及民众 常常以非典代指SARS 但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SARS为非典的一种 这次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的新冠肺炎 也是一种非典型肺炎 但不同于SARS 所以当李文亮等八位医生 在警告家人朋友时 他们对病情的描述其实是非常准确的 正确的命名对疾病的防御 和抑制传播作用非比寻常 名字起对了 能避免成为相互攻击的工具 有助公众了解病毒 也让研究人员不用浪费时间和产生误会 可以专注抗疫 在这里 感谢观看